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Python的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FeedPython 新闻抓取利器 对 今天我就想给您讲讲 咱们如何抓取网站的新闻 好 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首先说什么是FeedPython 我给您念一下 它是一个基于Python语言的 Atom和RSS种子的分析组件 可以快速帮咱们抓取网站的新闻内容 该怎么用 一会儿我会给您详细的讲到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它的官方网站 大家请稍等 FeedPython 非常的不错 大家请看 安装方法通过PIP进行安装 然后下面有它一些个简单的使用方法 然后它有一个官方的文档 在这个地方 我给您总结出来 也给您看一下 这个是官方的文档 写的非常的多 其实说是文档 文档其实并不是很难 仅仅是一些个多人用到API 需要咱们去学习 没关系 我今天把常用都给您总结出来 咱们一个一个说 好 首先咱们如果想使用FeedPython这个酷 那咱们该怎么办 先安装 对吧 好 咱们试试 咱们通过PIP进行安装 咱们先看一下我本地的PIP 那请看 我现在还没有装FeedPython 对不对 那咱们现在马上安装 PIP install 然后是FeedPython 一回车 OK 咱们已经安装完毕 然后咱们打PIP list看一下 这个地方大家请看 FeedPython已经安装上了 最先版本是5.2.1 OK 没有问题 接下来咱们怎么使用 马上建一个文件 咱们试一试 我今天准备给您抓取的是开源中国的新闻 咱们试一试 在这里面干什么 咱们首先先把它import进来 稍等 出现了这Python的扩展 这个咱先关掉 把拷贝过来 是这样 今天我为了给您显示一下 如何非常漂亮 显示出来 咱们抓取的内容 我呢 这个地方还用了一个第三方的库 叫做P-Print 我也把它安装一下 这个P-Print不是必须 但是呢 给您安装一下 这个一会儿咱们打出来的抓取内容 会非常的 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好 OK 这两个都安装完之后 咱们把它们import进来 然后咱们执行一下 Pyman 没有问题 说明这两个库 已经成功的import进来 接下来怎么办 咱们先做第一步 输出下咱们FeedPatter的版本号 用这个方法 直接用这个FeedPatter 我看这个 用这个FeedPatter 然后下滑线 下滑线 这是两个下滑线 然后是Warsen 下滑线 下滑线 咱们看一下它的版本号 521 没有问题 跟咱们刚才这个521是一样 OK 说明什么 咱们正确引用到 接下来 接下来 马上去抓取 Kan中国的种子 大家请看 这个是Kan中国 官方提供的一个 新闻的RSS的种子 咱们只要把这个 网址找到 然后放过来 就能够去抓取它 咱们通过这一行命令 就把Kan中国的 最新的新闻 抓取过来 好 抓取完之后 咱们用这个 Pprint进行输出 咱们看一下 抓取过来什么内容 好 马上试一下 我清空 清下屏 然后运行 注意看 抓取Kan中国 大家请看 这是抓到的一个 怎么说呢 内容 但是内容看起来 好像没什么 具体的新闻的内容 对吧 其实不是 其实是因为 我现在用这个Pprint 让我只是显示 它抓取过来的 XMR的深度一层 如果说五层 比如说 好吧 咱们再看看 抓取到什么内容 Go 请注意看 大家请看 它在种子里面 所有内容 几乎都抓取过来了 对不对 但这个看起来 非常的乱 对吧 所以说 这个Pprint 给咱们提供的工具 就是说 让咱们可以去显示 抓取几层 比如咱们抓取两层 再看一下 清一下屏 抓取完之后 但是仅仅仅显示两层 抓取是全部都抓取 好 出来了 大家请看 这是抓取完之后 显示两层 首先咱们看 一上来 这是一个基本的IS信息 这个地方 Entre 这是具体的新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 种子的描述等等 头部描述 都出为抓取过来 为了让您看了简便 咱们还恢复到 刚才的第一层 再试一次 是这样 因为有的这个网站 它不允许咱们 太频繁的抓取 这样它会把咱们认为是黑客公鸡 所以说咱们 在做这个程序的时候 不要抓取的太频繁了 大家请看 这是最标准的 RSS头部 因为我这显示第一层 所以说咱们看到 第一层的内容 对吧 没问题 一会儿咱们再去看 深入到这个 Entre 里面去看 所有的新闻 咱们现在先干什么 根据我这个课件 咱们首先 先看一下 这个编码方式 就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这是RSS头部的信息 这个地方有一个编码 单是UTF8 对吧 那么咱们如何在代码中 把它显示出来呢 用这个方法 我先把这个内容屏蔽掉 一会儿咱们再看 大家请看 我通过这个RSS 看完中国 就这个对象 然后去get 它的这个属性 encoding 就这个encoding 没有问题吧 把它get到 咱们试一试 这个地方应该出来是UTF8 go 没有问题 同时这个版本号 我觉得也很多 也把它屏蔽掉算了 所以咱们可以get到 头部的信息 编码 其实同样其他的信息 咱们也可以同样 用同样的方法get到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咱们比如说不用这种方法 用下面这种 我不用这个.get 我直接用这数组的下标形式 能不能参照到 一样的 咱们再运行一下 go 也可以 是吧 都能拿到 没有问题 接下来 新闻列表输出 讲到最关键的咯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这个RSS种子里面 所有的新闻 都以Json的方式 放在这个地方 也不是Json 是XML方式 放在这个地方 但是咱们以Json的方式 读出来 咱们试一下 我要输出它 咱们 这个地方 我们写是输出两行 咱们先 输出一行 一个深度 好吧 咱们先看看是什么感觉 好 试一下 咱们想输出所有的新闻内容 但是深度 我只给亦 看输出什么内容 go 应该是什么都看不到 是吧 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它里面 每个都是一个Json对象 好 咱们再往下 多输出一层 输出两层 再看一下 是这样 就这个PVPrint 才具备DICE的输出方式 其他的 Python 默认的Print 是没有这个功能 都输出 没有问题 大家请看 不管输出多少 每一个数据项 就是这么一个Python 就这么一个Python 然后这个Python里面的数据格式 都是一致的 比如说 每一个新闻都有标题 对吧 都有链接 有自己的ID 有出版时间 有一些一个详细的描述 或者说这个减述 对吧 每个新闻的内容 字段都是一样的 好 那么接下来 咱们就读取这个字段 该怎么做 马上试一下 控制台输出 因为它这个 entrate这是一个数组 那咱们就应该可以通过 负循环进行输出 咱们试一试 咱们这个地方看到了 每一个数据项 都有一些个字段 那咱们就输出 其中几个字段试一下 循环它 我把这个底下先屏蔽掉 下面两下屏蔽掉 咱们先循环这个数组 然后仅仅输出 每一个新闻的标题 可以吧 有朋友说 你这语法我看不懂 那您应该看一下 我python的基础课程 好 咱们马上运行 清空 go 注意看 它会抓取 看中最新的文章 然后把所有文章的标题 列了出来 列在我的屏幕上 没有问题吧 非常的方便 非常方便 没有比这再方便的了 比如说 咱们再打一个什么 再打一个 每一个文章的具体的HTML的链接 HTML的链接 好 试一下 go 我访问的可能有点频繁 别看中文 给我断掉 大家请看 我第一行收出的是标题 第二行收出的是这篇文章的 具体的URL 没有问题吧 当然了 咱们还可以输入 比如这个出版时间 也是没有问题 再试一次 都可以嘛 那这样的话 咱们就可以说 做一个爬虫 对吧 把开源中国的这些文章 这些新闻 都把它爬出来 对吧 就像我的网站 也有它的最新的新闻 咱们可以看一下 我的网站的话 当然我的网站的新闻 并不是用这个 并不是用这个 Python的FeedPass组件爬的 我是直接爬的网页 但是效果都是一样的 那请看 我的网站也都是 最新新闻都在这 对不对 OK 接下来 咱们接着往下做 整理为数组 是这样 咱们默认的 拿到的是一个大数组 对不对 那么咱们比如说 整理成一个 仅仅咱们想要的 那些个字段的数组 该怎么做 这是用Python 一个非常简便的 一行写法 这个地方是一个循环 循环出来的这个对象 然后复到前面来 这样呢 我会形成一个什么 大家请看 我会形成一个标题数组 这一行代码就可以搞定 好 咱们试一下 清空 这样的话 我会把数的标题 变成一个Python数组 然后输出 因为是这样 Python有好多 这个数组计算的库 非常的方便 那咱们把它变成数组之后呢 更加便于咱们的计算 以及整理 出来了 大家请看 这个其实是一个数组嘛 对吧 是一个数组 然后数组里面呢 有各种各样的内容 标题 没有问题 OK 咱们通过这个方式 这个方式非常重要 这个请大家记住 接下来 把它整理为 Jason数组 同样啊 试一下 什么叫Jason数组 刚才咱们整理这个数组 没有标题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信息 对吧 那么咱们要把它整理成 这个Jason数组 大家请看 是有标题 有内容的 对吧 然后我这个Jason数组里面 有两个字段 一个呢 是标题字段 附上文章的标题 一个呢 是链接字段 附上文章的链接 然后呢 形成这么一个Jason数组 好不好 马上实验一下 或者叫做list 都可以啊 Go 咱们大家做这种服务的时候 一定不要访问太频繁啊 否则的话 可能会被网站当成这个 黑客攻击禁止 把您的IP给你封掉啊 出来了 大家请看 这个数组 大家请看 都是一个Jason的对象 里面有两个字段 Link和Title 非常简便 然后呢 咱们是这样 咱们做爬虫 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呢 爬到网站最新的内容 然后呢 从咱们数据库 做整理嘛 对不对 作为咱们的保存 OK 以上呢 就是给您讲解的 Python Feed Pass组件 您呢 非常轻松的 可以取到网站的 RSS新闻 非常不错 推荐给您 然后呢 我再给您说一下 这个种子 是看中国 其实有很多的网站 都提供了 Atom和这个RSS种子 您也可以去拿来实验一下 说到看中国 我现在用的是 看中国最新新闻的种子 其实它有很多 咱们可以看一下 进入看中国的网站 进来了吧 然后等这个网站 网页装导进来之后 咱们打开这个网页的圈代码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看中国给咱们提供了很多的 这个RSS的种子 对不对 咱们可以通过这些个种子 来抓取咱们想要的新闻 或者说最新的新闻 包括像这个最新的翻译列表 最新的博客 都能够抓取 对吧 OK 咱们抓的就是这个 xml内容 OK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Python抓取RSS种子的 一些个技术的知识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然后我的代码 会放到开中国的服务器 然后我的视频 也会传到YouTube 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咯 拜拜 by bwd6